但是今天能不能夠破除 強森跟辛特利這個黃金組合 還沒有輸過球的四勝零敗 從國王隊一開始就排出雙位 因為這也是在這幾場當中 用雙位贏球 這時候被對方識破 好,強森小球給到祥君 身材上的優勢 但贏了轉身球掉 現場是三打一 右邊是Mega飛上去 有 辛特利過了掩護之後 交給Chris Johnson 阿米防守辛特利 Chris Johnson 我覺得他在整個投籃的手感 是這常人少見的 這跟紫薇過去打SV的時候很像 他比我高10公分以上 你在當時的聯盟 也算是常人能有非常柔軟的手感 林書伟的底線 是蘇維、阿米、恰燕或是曼妮高 底線林蘇維 二號球 連打五分 連打五分 哇,蘇維這個切入 利用時間差去做提早拋球的動作 張忠心要挑戰楊敬敏 另外一 現在已經利用敏哥打到四號位 所以其實考驗了強身能不能夠走出來的一個能力 因為曼妮高算是一個小洋將 好,這個球 斜防來不及 洋口不錯 好幾個feel goal都是透過助攻來完成 戴廷恩三分線後面一步空心入王 勇士團隊的第一擊三分九 李凱燕左邊被張宗憲蓋鍋 前場新特利 身體靠上去 有 看到國王隊還是採取這種file out的模式去做攻擊 楊敬明 哇 這不容易啊 挑戰七尺長人Johnson 前第一節進行了將近一半時間 讓勇士隊得十分 這個防守 現在看起來還是滿成功 不過新特利 有這樣的身高去做這樣這個動作的話 其實對每一隊的進去來講都... 這四個都是 但年輕的球迷可能不知道假爸是誰了 可以翻一下YouTube的影片 對 這個是很難學的 對 國人隊的傳奇中鋒 林樹瑋這個小球給得精彩 對,國王隊要偷襲要特別注意 要遠邊的新特利 再給禁區裡面的曾祥俊 他也會拋 拋頭 那祥俊先來一個 好 在二房中開始長大了 長大了 大安區的地豬很貴 三分外線 有機會 這也是他必須要趕快去做一些調整 跟適應的 對 場上不是只有傳球 他也是一個攻擊點 球最后的分排名第四 整個板凳表現最好的還是勇士隊 哇 四頭 在前一波林孟璇也進場 好一段時間 沒有比賽 球給智傑三分外線一大步的距離 守智傑的時候被連續打盡 但今年看有沒有機會改變這種模式 對,連續上課 哦,梅林孟璇也投 漢藍空 剩下三秒鐘還是交給新特利、智傑 野獸現在換佑哲來防守 這個球被超爆 剪佑哲 再給梅林孟璇 開玩四周期秀 一支球 加油 剩下五秒鐘 3 3 3分外線 直接跑 哇 哇 Chris Johnson完全不需要準備 翔君 拉出來 再幫Mike做一個掩護 抓到包夾再給翔君 哦 哇 那其實這個相同位置的中榮一上場 就比較沒有出手的動作 嗯 的確 這個裁判去要了一個犯規 好 舒緯回來 這邊是KJ KJ現在基本上就是 哦,這球被翔君也抄掉 就跑起來打了 看Johnson在上面 直接往上丟應該沒問題 哎呀呀 說好沒問題 對翔君這兩分 哇,這會讓整個分差會越拉越遠 嗯 Mike 要球要得很急啊 而且他的作用 擺在那邊可能也沒那麼大 他要做 好 好 這球在地板上 林素偉在撥尾 蘇士軒 美尼高視出之腳把握住了 完成了生涯的兩百次助攻 聯盟第二位締造兩百次助攻的球員 辛特利 好 好 他是既高果好之後 哇 這球只碰到籃網也還好 籃底下 球場上勇士只有一個老將 就是 奇妙老爹 哇 一轉換的球權也蠻好的 對 比幾位同樣是跟他打4號位的學長 來得更有攻擊的企圖心 這是蘇偉的拿手 地上勇士隊還是在前場有攻擊機會 林素偉空中攔截 球背後遞給了美尼高 再傳進去 好球 同一段球的選手 包括蘇偉 凱燕 美尼高 來在這個判斷點球上面 其實非常準確 團隊目前有八次失誤 美尼高 今天 我工程師現在需要找到答案 因為今天跟領航員的比賽 其實落後的還蠻多的 好 在另外一方面就是第一線的防守 在這一節 還是用一開始的先發陣容 四腳一大 哇 這個球差點被超掉 進攻時間不多了 最後一秒鐘 凱燕 中距離 穆倫斯將他空中拖緊 對 現在透過戰術讓穆倫斯到進局裡面 這樣才對啊 那 落邊的籃板就常常被翔俊給搶到 就是這樣說 又是進攻籃板啊 又是一個內線的這個戰術 做一個盆擋出來 哇 連續 一手 都利用單邊的一個FIGAND ROAD 再轉換過來 中間今天的主板 哇 三槍 穆倫斯已經把自己的熱機了 做足了 快速的攻擊 張宗憲 球滑掉後面 這個情況下 這快攻的幾分也蠻多的 沒錯 這個球強軍有差點夠到 穆倫斯再一個翻身 哇 很好 分數照拿 那楊靜敏也三範 而代表國王隊的三位主力球員 都有三次犯規的問題 BONES 包夾 上半場之後他真的下半場 馬上就做一個修正 其實這樣打 確實是比較破壞力 游士林先9分 MUNES 三分外線標力技 揮防上面也要特別注意 球給MUNES 來 這個球終於送給隊友的分了 雙方有機會回到一個球權的差距 MUNES拿了就起 最後就起 MUNES 上面好多20分 這次的切入被對方封到 這個二打一的機會 在這波進攻 阿米左側切入 哇 過不了Jongson 直接甩到前面 坦克車也要進來了 就是說在回訪的人選上面 就會來得稍前比較矮小 那在副方的一個1 2 3號 都超過190 力也蠻大的 很硬 對 很硬 防守 他現在負責防守 MUNES 蘇維 地上球再撿起來 剩6秒鐘 三分線外 MUNES 今天的手感 我並終於 突然變一個了啦 算真的 現在投進了4個3分 Chris Johnson 剩7 完機的貝克 第二名就是Chris Johnson 哇 這功能的抄劫 好 全場看看Singleton 哇 兩下之後 Manygaard拿到 阿米 李先生的機會 射手就位了 撿佑哲 成功力 甚至說轉換的快攻的分數 甚至比勇士還多 對 三分位置 詢特地擺一個 1分近仗 哇 MUNES 要到位 這個掌聲 2分輕鬆拿 那也要國王隊的退防快 因為上週我們看到 鋼鐵人一進球 勇士隊打得比他們更快 勇士的坦犯目前來到4次 不過這屆只剩下1分多鐘 回馬槍 MUNES 帶一部long tour的觸手 空心 哇 挑戰單捷的紀錄嗎 79比75 如果國王隊能夠緊要比分 絕對這節關鍵就是Byron Mullins 不是江澤這球掉了 小胖拿到 看後面 瑞琦 再給Manygaard刺出路角的空洞 第三節 進入到最後的30秒鐘 李健 瑞琦 兩個分球 假動作帶進一步 Manygaard沒有 所撥出來勇士隊的反擊 這邊是快攻 哇這個 謝忠榮這邊沒有人 都覺得應該是一個推人 江森 背框 單身的出手 哇 一聲 這部方來講 進球後還是做一個區域防守 小胖 帶給Moulins 三分外線 有 哇 楊君 現在有瑞琦來防守他 剩四秒鐘 哇 高到不行啊 對 哇 太高了 太高太高 我進球就是變成一個二三 馬上改手區 對 哇 TOP SIDE的位置 穆仁斯 哇 是 他也是 我可以考驗這兩個 兩個高個子的 體能狀態 對 當然這邊勇士還有新特例 第四節他也可以分擔 應該是有一半的時間 就看Moulins 爭取留在場上的機會 差距1分 留著一個假船 雙腳踮步到進去 拉蓋有 超前 Moulins還是有高度的優勢 這個球 夢中捉逼 哇 被Moulins扒掉之後 凱燕跳得高 兩分拿到 湘君 再給凱階 剩下兩秒鐘了 凱階要從那位 這個就馬上去做打點的動作 既然你放三位 所以考驗到國王隊的協防能力 新特例 單身這兩分 美尼卡 換手銀球到進去 插板機 他的高度是國王隊在本土方面很需要的 美尼卡 又進去了 而且這回來給M1 超前比分 哇 關鍵的就好了 對 這個神仙打架戲碼 最後三分鐘終於要出現了 賴庭恩 那Johnson回來之後 也要面對Moulins的防守 翻身跳投 因為接近比賽的尾聲 這種有壓力的情況下 大家好像都有一一點點 壓力 都有壓力 洪凱傑 有嗎 試鏡追平的三分球 耶 好厲害 這還是採取一個113的區域聯防 是 Moulins三分外線 也沒有夠的 老闆 今年不得了 這區 開接第一時間沒有機會 接球要傳 再不傳就要5秒鐘了 再回給桂宇 假動作這個桂宇 切到進去 有 對 這一球還是擺成這樣子的清理 就是說在最後的這兩分鐘 戰隊是 如果還沒發出來是發球 有技術戰隊一次 現在整個還是一個球權的分數 對 差兩分 這個球 林素偉撿到 在後場 面對洪凱傑的壓迫防守 幫忙過來 給到Moulins 王隊的出力球 曾祥軍 阿敏 突破對方的防守之後 犯規出現 阿敏真的是老經驗 林素偉撿的手感 還是關鍵 還是能夠進球 對 今天只得 前三節只得4分 102比99 來了 目前是拿下6分 6籃板兩助攻 今天表現並沒有特別突出 兩發 這場比賽 掩護之後給智傑三分外線 三步的距離有點太遠了 就已經出界了 所以 只剩下不到5秒鐘了 這場比賽應該就這麼的底定了 不過下半場國王隊真的是 靠了兩位洋將把球賽給打了回來 對 尤其是第三節 Moulins的 單節20分的表現 真的是太神勇了 那在比賽一開始 紫薇提到 他非常瞭解許晶哲的教練 輸給一個對手連續兩次 他是不太能接受的 對 現在已經兩次了 怎麼發 對 對 對